塞帕拉是一位经验老道的雪橇驾驶员 专门靠着狗拉雪橇帮助用货为生 此时小镇上开始扩散一种名叫白猴病的传染病 很多孩子都已经感染 并且已经有五名患者去世 救命的雪青远在千里之外 因为暴风雪的阻隔 只能靠着雪橇犬穿越极地 塞帕拉是镇上最有名的雪橇驾驶员 因此也成为整个小镇的希望 为了小镇上的孩子们 他决定冒险出发 塞帕拉有一只12岁高龄的雪橇犬多哥 尽管妻子建议他换一条狗 可塞帕拉最终还是选择了带多哥上路 虽然多哥如今是一只领头犬 但是他刚来到塞帕斯家里的时候 却并不被人看好 十年前塞帕拉的妻子意外捡回了一条受伤的流浪狗 因为品种不好生财矮小 而且看着他也并不聪明 塞帕拉让妻子扔条的自生自灭 可善良的妻子坚持让这条流浪狗流了下来 取名多哥 塞帕拉断定这只小狗活不久 偏偏多哥展现出了惊人且旺盛的生命力 茁壮成长 不仅经常调皮倒带 而且分分钟上演拆家戏马 塞帕拉将它关在笼子里 而多哥竟然能跑地挖洞逃出 将它独自关在仓库里 结果多哥居然能完美越狱 人无可忍的塞帕拉决定将它送人 可没想到多哥居然撞破了玻璃逃了回来 最终多哥打动了塞帕拉决定试着训练多哥 让他成为一条雪橇犬 多哥的到来让雪橇犬的队伍其乐融融 更让塞帕拉惊讶的是 多哥在训练中展现了惊人的天赋 不仅速度非常快 而且特别的聪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多哥甚至成为雪橇犬里最重要的领头犬 此后塞帕拉经常带着多哥 去完成各种艰难的运输任务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雪橇驾驶员 一人一狗之间也建立了难得的信任与默契 阿拉斯加山区大雪封山 加上极端恶劣的自然天气和严寒气候 想要胸利进山都非常的艰难 更何况还要争锋夺苗的赶路 上山的时候要人在前拖着狗和雪橇 而下山的时候更麻烦 稍有无慎就会迷失方向 葬生与悬崖峭壁之间 好在威难时之客 多哥作为领头犬的功能发挥出来 他拼命地往上爬 并带着其他雪橇犬一起使劲 终于将自己的主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结果因为这场意外 多哥的爪子受到了严重的伤 而塞帕拉也非常心疼陪伴他多年的多哥 为了能够拿到救命的疫苗 他只能继续选择上路 并且决定冒险穿越当地的一段冰湖 卡尔多哥的带领 在不断裂开的冰面上找到了出路 并且顺利地接到了疫苗 因为疫苗十万活鸡急需送回 所以塞帕拉决定仍旧从冰湖返回 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 整个冰面全部开裂 在他们即将到达湖岸对岸的时候 却因为冰裂被控在一块冰块上无法吹火 千军一发之际 塞帕拉决定冒险一波 他用绳子拴住了多哥 并且将它扔到了对岸 多哥迅速领会了主人的意图 他拼命地往岸上拉 终于将其他雪橇犬拉上了岸 多哥用自己的阴影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主人 由于连续几天的雪中赶路 回程的路上塞帕拉患上了雪芒症 他只能将带路的责任交给领头犬多哥 希望凭借多哥的经验完成救援任务 此时距离小镇还有20多公里 暴风雪越来越大 雪橇犬们也脱离倒在了路上 幸运的是 小镇出来的支援雪橇犬 发现了倒在路上的塞帕拉和多哥 他们得救了 回到小镇后 孩子们拿到了疫苗得救了 而塞帕拉和多哥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当地的报社对此大肆报道 但记者们却只看到了 一苗交接的最后一棒的雪橇员 钢娜和他的雪橇犬巴尔托 人们为巴尔托树裂了一座专门的雕像 可是没有人知道 在这场生命的救援过程中 塞帕拉和多哥究竟做出了 怎样的牺牲和贡献 任务结束 塞帕拉就让多哥从雪橇犬退休 在多哥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一直陪伴在塞帕拉夫妻的身边 作为一部讲述人狗情缘的电影 多哥的故事虽然简单 却感动地让人掉泪 真实事件改变 采用了相当克制写实的手法 把一人一狗之间的生命救援故事 拍得如此的悲壮 却不识问起 这是人与狗之间的非凡情感 无疑是影片最催泪的地方 真如影片最后塞帕拉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总以为多哥是为雪橇而生 最终我才发现 他一直为我而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